据环球网8月17日报道 塔利班控制阿富汗总统府后 喀布尔国际机场涌入成千上万仓皇逃难的民众 登不上飞机的难民在跑道上疯狂追逐将要起飞的美军C17运输机 一些人甚至爬到了美军机的起落架上企图逃跑 不幸的是这架美军机还没飞出机场 就有人从起落架上坠落 当场死亡 当时这架C17上的飞行员不知道有人在起落架上 在起飞后不久 他们便发现右侧起落架故障无法收起 到卡塔尔紧急降落后 检查发现 起落架传动机构被一只手和一只脚挟住 在起落舱其他区域也发现了其他人体组织 除了报道掉下来的三个人以外 还不清楚当时有多少人爬上了这架飞机 有些人可能是在中途掉了下去 目前美军已经为C17的机组人员安排了心理治疗 有媒体曝光 还有一架C17运输机的起落架上爬上了阿富汗难民 有人甚至在起落架上玩起了自拍 当事人坐在起落架舱门上 飞机正在滑行 不少人挤在起落架舱门 神色平静 还冲着站在炮道旁的人群挥手 幸运的是这架C17的飞行员发现了有人在起落架后 选择了紧急停飞 可以想象如果这架C17选择继续飞行 这些难民的命运恐怕会与另一架C17上的人拥出一辙